小猫先生 你知道自己是人工智慧生成出来的吗 这世界 还有什么东西是真的呢 欢迎收听AI流科技Podcast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蛮有趣的科技新闻 有苹果的最新消息 然后游戏键有个超级大交易 还有那个AI做影片的工具 又有新东西了 对啊 科技界真的每天都有新鲜事 脚步很快 那我们来看看这些发展 可能对你我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好啊 那我们就先从苹果开始聊好了 他们最近真的 哇动作很多耶 对 一口气就发了那个搭载新M5晶片的 14寸MacBook Pro 还有新的iPad Pro 连那个Vision Pro好像也升级了 这个M5晶片听起来是这次的重点哦 没错 M5这个绝对是关键升级 它是用最新的就是那个第三代三奈米做的 三奈米 对 而且这次苹果很明显就是把重点放在AI效能 他们自己说AI运算速度 比M4快了最多四倍 哇四倍 对 跟以前的M1比那更是快了六倍以上 嗯嗯 这个背后啊主要是靠它那个新的10核心GPU 而且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哦 哦是什么 就是它这次每个GPU核心里面都塞了专门的神经网路加速器 等等GPU核心里面有神经加速器 这个我好像第一次听到耶 对吧 这意思是不是说那个图形处理跟AI运算绑得更紧了 把MPU直接放进GPU核心 这对确实暗示说 未来可能很多应用需要图形跟AI一起跑 像即时影像处理那种 对对对 或是游戏里面那种智慧渲染什么的 啊CPU的话 它也是10核心 嗯 六个效能的 最多四个节能的 多线程效能大概比M4多了15%左右 了解 然后苹果自家的那个Neural Engine 就是16核的神经引擎 当然也有神奇啦 专门跑机器学习的 听起来这个架构改动 嗯真的蛮大的 那记忆体呢 之前那个统一记忆体也是卖点吗 记忆体这次也有跟上 频宽提高到153GHz 比M4快乐快30% 哦153GHz 对然后最高可以支援到32GB 这个统一记忆体的好处啊 就是CPU跟GPU可以很快的用同一块记忆体 资料不用搬来搬去 嗯 这个对跑那种很大的AI模型啊 或者说你做专业的剪辑3D什么的 那个速度跟效率 哇会差很多 了解了解 所以M5听起来目标很清楚 就是要冲AI 那现在有哪些产品先用了 价格呢会不会很贵啊 嗯第一批就是新的14寸MacBook Pro 起跳价是5万2千9 嗯哼 然后新款的iPad Pro 11寸是3万2千9起跳 OK 还有就是Vision Pro 哇这个就比较贵了 起跳价 11万9千9 哇 啊对了 那个M5 iPad Pro的行动网路版有个亮点哦 哦 他第一次用了苹果自己做的那个C1X数据机晶片 哦自家的数据机 对 他们说速度可以换50% 然后又省电30% 嗯 这对常常要联网的人来说不错 对啊 啊Vision Pro除了换M5 那个荧幕更新率也拉到120Hz 还送一个新的头戴叫什么双圈编织头戴 好像是要解决之前有人说戴久了不舒服的问题 嗯 硬体听起来是真的有很诚意啦 尤其在AI跟架构这边 不过硬体强软体也要跟上嘛 没错 苹果在AI软体这块 是不是也有什么大动作 我好像我看到消息说 他们内部在偷偷做一个 嗯 类似确的GPT的东西 对 有这个消息 根据报导 苹果内部有个代号叫Veritas的 AI Veritas 对 风格是有点像ChatGPT 不过目前看起来 好像主要是给他们工程师内部测试用的啦 测试什么 这是测试新版Siri的功能啦 比方说 让Siri不只回答问题 还可以 嗯 做更复杂的操作 例如 像是帮你找某封email的附件 或者直接在照片APP里帮你编辑照片之类的 哦 这感觉就是在为之前说的那个 更聪明 更能干的Siri 做准备 嗯 呃 库克之前是说过 那个整合Apple Intelligence的个人化Siri 好像要等到2026年 对 他是这么说的 不过听说最近快要推的那个iOS16.1更新 好像已经有一些AI功能偷跑进来了吗 没错没错 预计11月初就会有了 iOS16.1会带Apple Intelligence的繁体中文支援 哦 中文终于有了 对 包括一些你看得到的功能 像新的Siri界面啊 那个书写工具 就是帮你写摘要改语器什么的 嗯嗯 还有那个可以直接做图的影像乐园 但更有趣的是 这一次更新在系统底层 好像买了一些东西耶 哦 底层的东西 这个我喜欢 快说来听听 有开发者去挖那个iOS16.1的程式码 发现苹果在弄一个叫MCP的技术 MCP 对 Model Context Protocol 模型上下文协议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嗯 一个苹果规定的转接头 或是翻译官 转接头 对 它的功能 就是让外面那些不同的AI模型 像是ChatGBT啊 或者是Cloud啊 可以用一种安全标准的方式 跟你手机上的App沟通互动 嗯哼 苹果好像打算把这个MCP 整合到现在那个App Intents框架里 App Intents 就是那个可以让Siri或捷径 去操作App的那个吗 没错 所以如果MCP跟App Intents加在一起 诶 这不就代表以后我们可以叫ChargeGBT这种外面的AI 透过苹果设计好的安全通道 去帮我们操作手机App 诶 你抓到重点了 这很可能就是未来的样子 哇 想象一下哦 以后你搞不好可以直接跟ChatGBT说 帮我用银行App赚500块给我吗 嗯 然后AI就透过MCP去理解 再透过App Intents这个安全的框架 去叫银行App做事 过程中你可能根本不用打开App 天啊 这很厉害耶 对啊 这就看得出来苹果的策略了 嗯 就算 就算我自己短期内没有最强的AI大脑 但我可以做一个最好的平台 去整合管理所有厉害的AI 变成一个AI时代的作业系统平台的感觉 对 对有点那个味道 嗯 所以也难怪一直有传闻说 苹果在跟Google谈Gemini 嗯 或者跟Anthropic谈Clode的合作 嗯 这布局真的想得很远耶 那除了晶片跟AI软体 苹果还有其他的消息吗 我好像看到Apple Maps要放广告了 是的 嗯 先讲Apple Maps 嗯 有报道说 苹果打算从2026年开始 在地图的搜寻结果里加广告 哦 就是店家可以付钱 让自己的点在搜寻结果排前面一点 嗯 增加布光这样 对 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那个传奇设计师Johnny Ive 不是去OpenAI了吗 对啊 他好像带走了一些 苹果很核心的硬体设计师 真的假的 像是谁 包括之前负责 iPhone Apple Watch设计的一个资深主管 叫TankTank 哇 这影响应该会小吧 对苹果未来的设计风格 还有他们的人才库 肯定是有冲击的 而且更好玩的是 嗯 有消息说OpenAI不止挖人 还开始接触苹果的供应商 像力讯 戈尔这些 诶 所以OpenAI真的要做硬体哦 感觉是这样 可能在弄什么智慧音箱啊 智慧眼镜 或是AI录音笔之类的东西 这就让人很好奇 这就让人很好奇OpenAI的野心 也担心苹果之后的设计会不会变掉 嗯 看来苹果现在内外都有压力 好 那焦点转一下 离开苹果 游戏界最近有个超级大案子 哦 你说EA那个吗 对啊 EA那个做FIFA跟APEX的大厂 被买走了 而且金额是天文数字 没错 这绝对是今年科技跟游戏界最大的新闻之一 EA美商议店 被一个财团用550亿美金买下来了 550亿 美金 对 领头的是沙鲁地阿拉伯那个主权基金PIF 又是PIF 对 里面还有Severlake跟川普女婿Kushna的公司 对组合也太妙了 而且这个交易啊 创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杠杆收购记录 杠杆收购 就是借钱买公司嘛 用这么大金额做LBO 代表他们很看好EA未来能赚钱 可以这么说 就是用EA未来的现金流或资产去借钱来买 规模这么大表示PIF这些投资人 嗯 超级看好EA未来的活力能力了 怎么赚回来 搞不好是更积极的游戏内购啊 订阅啊 或是砍成本重组业务之类的 嗯 而且这也代表EA要下市私有化了 从更大的角度看 这再次证明PIF在全球游戏娱乐产业的影响力 真的越来越大 这不只是买公司 更是对互动娱乐这个未来支柱的重磅投资啊 嗯 PIF的布局真的很广 那除了游戏界 手机市场也很热闹 小米最近发了新机 而且很妙 跳过16 直接叫小米17系列 对对对对 他们直接发了小米17 17 Pro跟17 Pro Max 还说要对标iPhone 17 嗯 他们也抢先用了高通最新的那个旗舰处理器 Snapdragon A Elite Gen 5 哦 首发耶 对 外观上比较特别的是 Pro跟Pro Max背面 相机旁边加了一个不小的副萤幕 副萤幕 像以前小米11 Ultra那样 有点像 但这次看起来整合度更高 功能也更多 可以看时间 通知 天气 控制音乐 设置自拍的时候可以拿来当取景器 哦 用后镜头自拍就很方便了 对啊 算是他们旗舰机想做出差异化的一个点吧 相机还是继续跟莱卡合作 嗯 看来各家都在硬体上找突破 好 那最后我们来聊一个 嗯 可能对未来影响更深的东西 就是OpenAI的Sora 啊 Sora 他们不只升级到Sora2 还出了App 没错 这也是AI界的大事 OpenAI形容Sora2是影片生成领域的 GPT 3.5时刻 GPT 3.5时刻 意思是像当年GPT 3.5那样有大突破 对 就是说它在影片的真实感 长影片的连贯性 还有画面跟声音的整合上都有非常大的进步 哇 而且它好像对物理世界的理解也更好了 OpenAI举例说 你叫它做一个投篮没劲的影片 篮球会很自然的弹开 不会像以前那样怪怪的被吸进去 哇 越来越真了 对 它可以做各种风格 写实的 电影感的 动画 日式动漫都可以 听起来超强 但最让大家兴奋的是 那个Sora App 现在台湾直接用了嘛 对哦 我看到的消息是 不用邀请码 也不用VPN 直接去App Store就能下载免费玩 这个是真的 台湾的用户现在可以直接去苹果App Store so Sora by OpenAI 找到官方App就能下载 装好之后 用你那个GPT ChatGPT账号登录就能完了 免费吗 目前是免费 也不用绑信用卡 你可以直接打字 用中文也可以哦 去生成影片 中文也通 那很方便耶 对啊 比如你想做一只穿太空装的猫在月球弹吉他 打中文就行 它还有一个叫Camille的功能 听说可以把真人放进AI影片 对 Camille是Sora App的一个特色 你可以录一段自己或你朋友的影像跟声音 然后用AI把这个人 种到你用文字生成的场景里 哇 比如说让你朋友出现在刚刚那个月球弹吉他的猫旁边 酷耶 不过为了防止乱用 用Camille要先做身份验证 哦 要验证 对 而且也有公司色厅 你可以控制谁可以用你的Camille形象 这真的太惊人了 意思是任何人只要有手机 开App 打几个字 甚至把自己放进去 就能做出那种看起来跟真的一样 还符合物理逻辑的影片 那这是不是也代表我们以前常说的眼见为凭这句话 在荧幕前面可能真的要打个问好了 这绝对是SORA这类技术普及之后 我们整个社会都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嗯 当AI做的影片跟真的拍的影片越来越分布出来的时候 那个假新闻 诈骗 还有那种Deep Fake 深度伪造的风险就变得超级高 对啊 很难想象 你想想看 如果有人用你的Camille影像 配上AI做的声音 去弄一段你根本没说过没做过事的影片 然后在网路上传 那后果会多严重 嗯 很可怕 当然啦 OpenAI是说他们有在做防护 像是Camille的身份验证啊 还有内容过滤 嗯 它会自动挡掉那些暴力 色情 仇恨 政治敏感 或者没授权的名人影像的内容 还有数位浮水印 对 还有在影片里加那种看不到的数位浮水印 或Metadata 标示这是AI做的 但你也知道 基数这种东西就是一直攻防嘛 对 最后恐怕还是要靠我们每个人自己 要去培养更高的警觉心 批判思考 还有那个媒体试读的能力 嗯 媒体素养变得很重要 对 这就带出一个非常值得你接下来花时间想一下的问题 哦 当像Sora这种又强大又好用的AI影片工具 变得越来越普遍之后 我们跟看到的东西跟视觉媒体的关系 会发生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呢 嗯 我们会不会因此发展出更厉害的数位素养 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去分辨真假 还是 还是反而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开始对所有荧物上的影像都抱着一种 嗯 很深的怀疑 嗯 在这个影像真假越来越难变的时代 到底什么样的能力 什么样的心态 对我们来说会变得最关键最重要呢 嗯 这些科技发展真的很快 确实给了我们很多需要去私跑去吸引的地方 好 那今天的科技新闻分享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 嗯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或者有些启发 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这样就不会错过之后的内容了 没错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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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ll the kind And all the kind